杨子要出演《国民丽人》吗? 我看到了网上传闻的搭档演员 杨子将出演另一部热播剧《国民丽人》 消息一出,立刻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 作为当下备受关注的青年演员 杨子的演技和辨识度的特点一直被人称赞 而此次他出演《国民丽人》 更是引起了无数粉丝的热切期待 作为一部有历史背景的影视剧《国色天香》 包含了中国历史上无数的闪光点 从古代美女到现代美女 汇聚了各个时代的角色美女 将时空穿梭与历史情感完美融合 这样的主题,让人对这部剧充满了期待 真正让人炸裂的是杨子的搭档演员 消息不禁而走,各种猜测和猜想随之而来 哪位演员能与杨子搭档 能为《国民丽人》带来怎样的剧效应 有人猜测,正是凭借庆余年 一夜成名的青年演员刘宇航 他帅气的外表和出色的演技在戏剧圈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与杨子搭戏无疑会擦出更多火花 两位新演员的碰撞将为 《倾国倾城》注入新的活力 还有人猜测,是因参演多部经典影视作品 而备受好评的老演员段奕红 他深情的诠释和独特的气质 是他与杨子合作的另一种可能 想象一下,杨子的迷人举止和段 以红稳重的形象交织在一起 一定会给观众的视觉和心灵带来双重冲击 这只是猜测之一 毕竟《倾国倾城》一直是一个神秘的项目 制作方也一直保持着高度的保密性 在联合主演的消息正式公布之前 一切还是未知数 刘宇航或者段奕红 他们的加入将为国美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与杨子搭档的人选无疑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他们都有着独特的气质和演技 与杨子的表演风格相得益彰 如果真正的搭档演员是这两位中的任何一位 那么《国民丽人》很有可能成为一部爆款剧 毕竟这些年来 观众对于杨子以及他的作品 一直都抱有很高的期待 在《国民丽人》中 杨子将有更多的机会展现自己的实力和魅力 与搭档的默契碰撞 必将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 《国色青春》这个名字本身 就意味着极致的美好和情感 而杨子的加入更是为这部剧锦上添花 无论是剧情绪式还是演员的表演 都将充满精致和精彩 相信在《清国青春》中 杨子会展现出更多与以往不同的方面 让观众大饱眼福 随着杨子搭档演员的公布 我们迫不及待地想看到 《清国青春》的更多细节 毕竟 这样的梦幻组合在荧幕上的呈现 将是一场绝对不容错过的视觉和精神盛宴 杨子将出演《清国青春》的消息 已经证明了他非凡的魅力和演技得到了认可 而他与演员搭档的消息也给这部剧 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和期待 我们期待《国民丽人》的开播 期待在荧幕上见证杨子与演员们的碰撞 期待一部能引起观众热议和共鸣的爆款剧的诞生 愿国美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美 还有思考和感动 在这部剧中 杨子将展现出与以往不同的一面 给观众带来新的视野和感动 他的才华和魅力将与男演员碰撞出感动的火花 这不仅是一场美丽的表演 更是一次思考和感受的机会 《倾国倾城》将是一部 引起观众热议和共鸣的热播剧 精心设计的剧情会吸引人们的情绪 让观众身临其境 感受到刺激和刺激 这不仅是一个美丽的故事 更是一段思考人生 追求真理的旅程 进入杨子这个角色 或者欣赏演员们的演技 都会将观众带入一个美与情感交织的世界 沉浸其中无法自拔 该剧将为观众营造出如梦如幻的氛围 以绚丽的画面和动人的音乐吸引观众 让人陶醉 流连忘返 我们期待《倾国倾城》上映的那一天 与杨子和演员们一起踏上美丽的旅程 在这个充满精致与四季的世界里 我们一起追寻美的真谛 感受情感与力量的碰撞 这将是一次独特而难忘的体验 让我们大饱眼福 忘却烦恼 希望国美不仅给我们带来美 更给我们带来思考和情感 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场精彩的演出 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国美,顾名思义 会给我们带来极致的美感和情感 让我们流连忘返 近日,因为杨子将出演 备受瞩目的电视剧《国民丽人》 中国影视界再次引起轩然大波 这个消息很快就在网络上传播开来 让粉丝们充满了期待 杨子自出道以来就备受关注 精湛的演技和出众的外貌 让他成为深受观众喜爱的演员 他出演过《陈情令亲爱的翻译官》等多部知名作品 每次都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这部电视剧的具体剧情和情节尚未完全曝光 但杨子的参与已经足够吸引人了 杨子一直以出色的演技和个人魅力在舞台上大放异彩 他的加盟意味着国民丽人将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和期待 这也意味着他将与一位备受期待的演员搭档 这也引发了粉丝们的猜测 关于杨子的演员搭档的消息 至今仍是一个谜 不过 中国影视界人气演员众多 其中任何一位都有可能成为这部电视剧的搭档 这进一步增加了观众的好奇心 《倾国倾城》是否会成为爆款剧 目前还没有定论 但杨子的加盟以及演员的选择 无疑会给这部剧增添不少色彩 粉丝们期待更多消息和剧情细节 相信这将是一部令人难忘的作品 将继续推动中国电视剧的发展 电视剧的成功与否将取决于演员的表现和剧情的感染力 所以《国民丽人》能否再次成为中国影视界的焦点 让我们拭目以待 杨子的加盟无疑是电视剧《国民丽人》的一大亮点 他不仅因其演技而受到认可 还因其自信和坚强的性格而闻名 这使他能够扮演各种角色 为该剧增添更多戏剧性和情感深度 观众已经习惯看到他在各种剧情中担任关键角色 他的出现将为《倾国倾城》注入新鲜活力 关于男演员的选择 虽然目前还没有公开信息 但中国影视界有很多当红的男演员可以考虑 演员需要和杨子有很好的默契 才能衬托出剧中人物之间的紧张和情感 他们的搭档不仅会影响观众对节目的期待 还会影响剧情的发展和深度 中国电视剧一直备受观众关注 各种题材、风格的作品层出不穷 《国民丽人》有望在这个 丰富多彩的电视剧世界中脱颖而出 他可能探讨中国历史或当代社会问题 可能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 也可能是一部引人入胜的悬疑剧 无论剧情如何 杨子的参与都会为这部作品增光天才 最后 观众们都热切期待着《国民丽人》的首播 期待着杨子和他的男演员们的精彩表演 期待着这部剧能否成为一部 让人过目不忘的爆款剧 返回 这部电视剧的成功不仅得益于演员们的努力 还有扣人心弦的故事和优秀的制作团队 这一切的真相都让我们拭目以待 02 这是对肖战选剧最大的赞赏 你明白吗? 肖战这位年轻有实力的演员 自从主演陈情令作品以来 一直备受关注 他饰演的为无限形象深入人心 成为亿万女孩的偶像 然而正是因为他在陈情令中的出色表现 才让人们开始对他的选择产生好奇 在陈情令中 肖战饰演的为无限堪称完美 他把这个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 让人感觉在爆中 无可挑剔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外在形象 因此 他的表演质量一度让人怀疑 担心他成为性格演员而无法尝试其他类型的角色 剧中肖战饰演反派 演技同样出色 不逊于全能传奇中的魏无限 这让人们认识到他并不局限于某一类角色 他能胜任各种类型的情节 完美地诠释了人物的内在和外在 人们才真正明白哥的演技有点复杂的含义 这句话并不是批评肖战 也不是质疑他的选择 而是赞扬他的多才多艺 他无论正面还是反面角色都能演得很好 他能很好地处理浪漫 情感的场面 也能驾驭精彩 悬疑的情节 他的表演风格突破了观众的想象 让人无法预测他下次会给观众带来怎样的惊喜 而也正是因为他的多样性 观众对他的期待也就更高了 人们开始期待他在不同类型作品中的表现 期待他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他的存在让人们对中国电视剧有了更加乐观的态度 他相信 在他的努力下 中国电视剧能够发展得更好 让观众在荧幕上享受到更多精彩 我的演技有点混杂 这句话既是对肖战的夸奖 也是对他选择多元化作品的鼓励 他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也证明了自己不仅仅是一个性格演员 而是一个拥有自己独特魅力的演员 他的存在让人们对中国影视行业的未来充满期待 也正是因为如此 肖战的粉丝才对他充满了喜爱和支持 从第一次见到他的那一刻起 他们就被他的魅力所吸引 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每一个角色都给他们带来不同的触动和启发 他们被他发自内心的微笑所感动 被他塑造的人物所感动 我的演技有点混杂 这句话是对肖战最大的赞美 也表达了观众对他的喜爱和欣赏 他的选择与常人不同 他敢于挑战自我 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 正是因为这种勇气和才华 他才能够成为今天备受推崇的演员 肖战的成功并非偶然 他通过不断地努力和付出 精心打磨自己的演技和形象 他对每一个角色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全身心投入 力求把每一个角色演绎到极致 正是这种敬业精神和敢于挑战的勇气 让他成为深受喜爱的演员 我的演技有点参差不齐 这句话是对肖战最真实的赞美 他敢于挑战自我 不断突破自我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影响力 他用自己的才华和实力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也给中国影视行业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可能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的粉丝们才对他充满了喜爱和支持 他们相信肖战的未来会更加辉煌 他会继续成为中国影视界一颗耀眼的明星 肖战饰演的每一个角色都令人难忘 他的存在也成为中国影视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他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值得我们赞赏和鼓励 因为他会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兴奋和惊喜 我的表演有点复杂 这句话也许只是一个简短的描述 但其背后的意义却是如此深刻和丰富 只有真正理解这句话背后的含义 才能真正体会到肖战精湛的演技 以及他给观众带来的无穷魅力 我的演技有点喜忧参半 这是我对肖战的欣赏 也是我对肖战未来不断探索的期待 在我们眼中 他将会不断成长 超越自我 创造出更多令人惊叹的角色和作品 这短短的一句话 包含了肖战的努力和成就 也带来了我们对他的关注和期待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他会再次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成为中国影视界一颗闪亮的明星